我手上的是一台毫无争议的超旗舰商务本 它的重量只有986克 几乎比主流的轻博本都要再轻三分之一 但它的PCMark10续航竟然达到了恐怖的15小时48分钟 这在以前的商务本市场是完全不敢想象的 它就是ThinkPad X1 Carbon Aura AI 哎呀这名字也太长了 我觉得这一代X1 Carbon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它在2024年年底迎来的英特尔第二代Cruz 27-258V处理器 也就是传说中的Luna Lake 使得它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进化 那么这款顶级旗舰商务轻博本的体验究竟如何呢 你好 我是不想看的尼采公主舟 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我们先来看看外观 ThinkPad系列的外观像是已经刻进大家DNA里了吧 提到商务本 大部分人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种纯黑色的干练机身 再加上一颗灵动的小红点点缀 给人感觉就是商务大佬直上精英 我手上的是这台ThinkPad X1 Carbon Aura AI 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小于一公斤的机身重量 之所以能做到这样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体积本来就很小 它把14英寸的屏幕塞进了以前13英寸的体积里 同时厚度可以薄至14.37毫米 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外壳採用了碳纤维加西图美合金的材质 兼顾着轻薄与坚韧 这样轻薄的机身对于商旅人士来说 相当于公文包里可以少到一瓶矿泉水的重量 这是很能提升出差的幸福感的 单手开和打开闭面是一块平常比非常高的OLED屏幕 分辨率达到了2.8K 同时也是非常适合办公的16比10黄金比例 而且它一直是120Hz的高刷新率 所以不论是办公还是娱乐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使用Display Plus H1XDR叫自己测试了一下 测试结果我就放到画面上了 可以看到这是一块标准的100%D3P3广色一屏幕 同时平均色的片质也小于2 这一块上手就可以直接拿来修图剪片的好评 屏幕上面还有一个小额头 里面藏了一组Windows海洛红外人脸摄像头 此外还提供了隐私保护的物理开关 商务人士应该会很需要这个功能 接下来看到C面就是ThinkPad系列的拿手好戏了 Tabu的键盘手感一直是笔记本中的第一梯队 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在这么轻薄的体型下 也做到了非常清晰明确的按键手感 用它打字是真的会上瘾的 而且这边还有经典的ThinkPad小红点 用它搭配触控板上方的实体按键 在飞机高铁的小桌板上也可以很自如的办公 但相对应的 下方的触控板的面积就不是很大的 好在手感也比较顺滑 拿了应急也是完全OK的 这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设计 它其实是有指纹解锁的 但是被放在了右边这个Ctrl键处 这个设计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如果不喜欢用人脸解锁的话 那么用这个指纹应该会更方便 接下来看到接口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很多的超轻薄本 但它们为了轻薄而牺牲了接口 整机只提供了两三个C口 日常使用还需要搭配拓展物 那不就违背了轻薄本的初衷吗 而这台ThinkPad虽然如此轻薄 但整机依然提供了两个满血的0.4接口 两个5Gbps的USB-A口 一个HDMI2.1 以及个耳机二脉接口 2A 2C 再加一个HDMI 这下日常就不需要拖一个小尾巴了 我感觉这才是真正商务本应该做到的 OK 它的外载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就来看看它的内部硬件是怎么样的 拆开后盖可以看到 它采用了一个牛角形热管 加双风扇的散热设计 来压制至此搭载了新一代英特尔库瑞奥特7处理器 英特尔第二代库瑞奥特7258B 也就是大名顶顶的Luna Lake 这颗处理器它的用途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用在比较高端的商务型网本上 核心规模方面 它采用了4个性能盒加4个能效盒的搭配 并且首次采用了台积电三纳米工业打造 换来了极高的能效比 说人话就是发热特别小 续航特别长 我这边在省电模式下运行PCBank10 结果它跑了一晚上还有电 最后实测续航为15小时48分钟 换算成实际使用的话 坚持一个白天8个小时的办公是没有问题的 要知道它受限于体积 电视只有57W20呀 在期末本里并不算大 这一代的Luna Lake架构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内存颗粒和CPU是焊在一起的 坏处显而易见 就是没有任何升级空间了 但是这也带来两个好处 一是内存和CPU的核心 通信效率变得更高了 所以它的内存带宽也会变得很出色 白天当实际使用中 就是核显性能可以发挥得更加充分 另一个好处就是节约了主板空间 把更多通间腾出来给它拓展和电池 你能想象吗 这么小的一台轻摩本 它居然内部机车双硬盘位 扩出来的这个2242硬盘位 就是从内存的空间那边扣出来的 除了CPU和内存 实态机子的其他内部硬件用的也是非常顶级的 这个网卡用的是英特尔最新的WiFi7网卡 可以说是提前兼容了下一代的WiFi标准 而且它这个硬盘也是值得好好说一下的 它搭载的是海力士的PCB01 是目前非常罕见的PCIe 5.0x4的固态硬盘 速度相比于主流的PCIe 4.0固态又提升了将近一倍 这对于经常需要大量文件读写的创业生产者们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会不会很容易过热啊?我实际测下来 你别说这个散热做的还真挺好 在冬天室温18度下 我使用UIW TES 从空盘前到满盘 结果温度最高也才49度 可以说日常正常使用的话完全不需要担心过热 说了这么多再聊硬件的部分 那么它名字里这个AI呢?AI去哪了? 其实AI就在系统内置的这个联想小天助手里 它是联想AIPC的核心 说白了就是一款可以本地运行还能上云的大模型智能铁 小天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支持本地模式 和云端模式的随时切换 像写邮件整理总结这种轻度的日常工作是完全够用的 而云端模式跑的是联想自己的大模型天喜 用来处理更复杂的任务就更合适了 这两个模式一切换就能够兼顾隐私 还能满足各种需求 感觉就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你跟优雀的AI助手不仅仅是聊天 还可以和你的电脑系统深度结合对吧 目前小天已经能干些使用的活了 比方说开启护眼模式 比方说看硬件配置 装软件 还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找文件 比方说帮我找找PDF 他就能把相关文件全部找出来 不仅能够找文本内容 还只是按日期筛选 不过现在的系统级任务处理还在起步阶段 毕竟Windows系统是B原系统嘛 所以适配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总不得像手机那样子指哪打哪 不过有的用总比没有好嘛 除了上面这些核心功能 小天还有一些额外的小插件 比方说像办公助手 可以直接AI生成PPT大纲 选个模板几分钟就搞定一份PPT 比方说语音助手还能跟一个拟人画的小天语音聊天 亚里士多德提出地球是圆的 还分析了月时现象 认为月时是由地球挡在太阳和月亮之间造成的 虽然和真人相比反应会慢半拍 但是音色和情绪意外的很自然 谁能没事了跟他聊聊天还挺有意思的 还有文本处理功能 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选出文本就能个润色总结 这个功能就很适合商务人士了 说了这么多 小天最大的卖点其实也很简单 保护隐私 用这方便 现在很多网上的AI 他们可能确实聪明 但是你应该把你的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甚至公司机密扔给他们 反正我是不敢 小天的本地模式就是为这种需求而设计的 数据留在自己手上还能够提升效率 这对对隐私 安全性和本地处理有要求的商务人士们来说 可能真的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让我们总结一下 为什么说英特尔库瑞227 258MB 让这一代的ThinkPad X1 Carbon ROI脱胎换股了呢 这都要得益于它采用的Lunanic这个架构 这是一个有一定的短板 但是长板非常长的架构 而偏偏它的这些短板又是商务本不怎么关心的 长板又是商务本所需要的 所以这台机子才会让我如此印象深刻 可以说它是一台真正为商务客群打造的效率利器 OK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的选择有帮助的话 那么就上个个赞吧 希望能在下期视频里一定相遇哦 拜拜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Quánat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